太子生辰宴上 我爹带回来了 我流落在外的妹妹 他眼神狡黠 身上穿着我的新秀裙 跟在我爹身后走了进来 我未婚夫脸上依不住的激动 大步迎了上去 那女子左臂跨着我爹右臂 顺势跨上我未婚夫 三人完全无视了我 何美宛如一家人 末弟他转过头 直直地看向我 对了 你就是我那个 若不经风的长姐吧 未等我回答 他甩了甩头发 转头对我未婚夫道 喂 我饿了 我爹指了指前排的席位 满脸笑意 但还不快快入座 我看着满满当当的席位 他要坐我位子 请问我坐哪 我爹是端朝的丞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我娘是开国长公主 当年带着亲兵一起绝尘 指导敌军老朝 攻破最后一程 自己却离其失踪 我两个哥哥 一个在北境卫国尽忠 一个在前朝统领进军 而当朝皇后又是我娘 又是贵重秘友 所以我算得上这端朝 当之无愧第一贵女 皇后娘娘是我如同几初 吃穿用度与公主无异 所以我从小行端体质 从不大声言语 以博学多彩 琴其书画样样精通 我轻轻摩擦着我左掌中的保茧 我对我娘真喘 她失踪时我十岁 那时我便可以凭一己之力 放到十个径位 说我若不惊风 她怕不是哪里有什么隐级 我皱了皱眉 身子一闪 抢先一步坐在了位子上 被人抢了位子 试了体面试小 更重要的是让了一次步 便要次次让步 那女子一个没杀住车 撞在了我未婚夫的肩头 一手掐腰 一手揉着头 神态娇憨 精明的眼神中 却有些不可置信 她一拳锤在我未婚夫的胸口 下回可别催命似的 叫我来参加老师子公宴了 连都坐的地方都没有 而我的未婚夫 当朝太子 被一来路不明的女子锤了一拳之后 神情却有些陶醉 她的眼神毫无感情地扫过我 最后拉起那女子的衣袖 像献宝一般 指着龙椅之下的侧席 我既然叫了娇娇来 自然要对娇娇负责到底 跟我走 父亲这才赶紧把叶娇娇拽到身后 一边向太子行李 一边连呼 不合理数不可不可 太子万万不可 金兰 快起来给妹妹让座 听见父亲叫我 我抬起头 却撞上了叶娇娇挑衅的眼神 她看见我终于有了反应 这才不再吵闹着要走 反而得了便宜卖乖道 诚人说 你那破位子太惹眼 我做这个醒了 或是坐你旁边 那些世家贵女怕不是要撕了我 说到这 她又已有所指的轻瞟了我一眼 我端起杯子免了一口茶 金兰本是十分愿意把位子 让给这些姑娘的 可这些席位都是皇后娘娘 尊着尊卑礼节逐一定下 臣女不敢武逆 语气不重不轻 正好传到了刚走进来的皇后娘娘眼中 她最讲礼数 我十岁后养在她身边 便是用扇都要数着次数再咽下去 果然 她不悦的声音响起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放进宫 她毫无敬畏 行为语气如此轻浮 面对长辈甚至不用尊称 若大皇宫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皇后娘娘的脸色已是一片铁青 夜娇娇弯腰从我的盘子里 拿走了几个蜜剑扔进嘴里 她的声音微不可闻 放心 你的东西 我不稀罕 她拍拍成人书而遇到 老地方见 转头潇洒离去 她的挑衅再明显不过 无外乎是我真是的 努力要得到的 都有人捧着送到她眼皮子下求了她要 只是她不稀罕跟我抢 看了一脸吃汗母样的成员书 我摇摇头 若是这种没脑子的登基了 我娘九泉之下会气得跳起来 敲爆皇帝舅舅的头 我不渴 我跌端着茶水 站在我身前一脸局促 见我不接 她开始拼命给立在一边的大哥二哥甩眼色 二哥一脸通红 欲言又止 最后赌气般推扫了一下大哥 你大乖的好妹妹 你解释 大哥前段日子从北京回来时 我还在探尿闭关送金 这还是我们一家人这些天来第一次碰面 大哥支支吾吾似似乎是不知从何开口 这说来话长 我打断了她 左卫府路上 我去京城第一绣房定了个绣裙 叫她们今日送到乡府 不过是皇后娘娘召我入宫去陪了她一晚 怎么这裙子就穿到我这个 妹妹身上了 说到妹妹 我的语气顿了顿 大哥似乎终于学会了 使用正确使用唇舌发音 她反手又向二哥推扫了回去 你说 父亲让你带着那女子 换身得体衣服赋艳 你怎么把我妹妹新衣服让她穿了 二哥这下连耳朵也急红了 我天天带一群大老爷们练兵 我哪分的清小姑娘的衣服 她自己挑的 对不起兰兰 二哥下了月的俸禄 全都给你定心裙子好不 眼看着二人要撕扯起来 父亲顺势把茶杯一摔 一人给了一脚 嘴里骂倒 定 定最贵的 定一百条 看看你俩惹的好事 然后父亲懊悔的一拍大腿 都怪那日来送铁的太监 非要当着她的面宣纸 不然她也不会吵得非要去 要不是她身后跟着太子的贴身侍卫 我断断不会给她好脸色 我实在忍不住笑嘴声 好了 其实我没生气 请大哥先讲 原来上半年北京边赛之外的 大漠里出了一窝汉匪 心非手狠 闹得边赛百姓家宅不宁 那窝汉匪还美其名约 劫富济贫提前行道 久而久之 汉匪头子被传得神乎其神 不但容貌俊美 更是武艺超绝 无需枪剑抬手 便可杀人于无形 后来我大哥亲自出马了 这汉匪头子竟然是个女的 他拿出我娘的配件 对我娘的秘密如数家珍 最后抱着我大哥的大腿 你就是我亲哥啊 我端向着大哥递过来的配件 确实是娘的 我手有些颤抖 那母亲在哪 叶娇娇说她不知 我不信 大哥钻紧了拳头 二哥细细算着 叶娇娇出生那年母亲第一次征战北京 半年之后才回朝 那年兰兰五岁 可母亲从未提起她在北京生了一个妹妹 母亲会不会是 不想回来 二哥语气越来越低沉 其实娘怀二弟也是生下后 才想起来写信告知爹的 大哥安慰他 父亲尴尬地扶了扶衣袖 但此事他从未告知我 半晌他又滴滴说了一句 他不会再回来了 这些年外面都默认娘已经死了 我爹却表现得像是早有预期 看不出什么大喜大悲的情绪波动 他与我娘间谍情深 这很反常 叶娇娇甚至叶家血脉我自会查清 你娘的事 不需要你们追查 他再次重申 我觉得我爹一定知道什么 他不让我查 我偏要查 我的侍女茶茶敲门走了进来 小姐 太子邀请您外出一许 这大半夜的 去干啥 大哥没好气 茶茶小脸通红 去吃花 花酒 本来家里人是不同意我去的 但是我太好奇了 一个从不敢忤逆皇后娘娘旨意 向来唯唯诺诺的太子 不但突然敢半夜逛花楼 还敢邀请我这个未婚妻一起 那我必须得给她这个面子 我女伴男装 带着茶茶走进了花楼 迎歌艳雨 织粉气迎面扑来 我皱着眉跟着丫鬟绕进了后厅 几个穿着黑色皮质短衣的女子 正在台上跳着我 从未见过的舞蹈 她们头发全部自然垂落在腰间 露出修长洁白的腿 那个自称我妹妹的人 正与太子勾肩搭背 推背换斩 两个人双双赤着足 而二位婢女正在隔着井段 为她们垂足 茶茶又惊又气 但是又不敢质问太子 只好怒吃那两个婢女 你们在做什么 叶娇娇翻了个白眼 迂腐 成人书看起来已喝得不知所谓了 她笑眯眯地对我说 娇娇说这是大宝剑 特意叫我换你来见见世面 啊不 是长长见识 不是我一脸黑线 什么大宝剑 叶娇娇赶紧往成人书嘴里 塞了一个点心 你别听她胡说 我只是想着你日日守着那些繁文入节 这才特意叫你来放松放松 天天端着也不嫌泪挺 说完她又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深感无语 这花楼是你开的 成人书一脸自豪 她像叶娇娇的眼神满是宠溺 没错 若不是本宫内人屋闯进来 我还不知道娇娇有多少惊喜 是本宫不知道的 当朝太子屋闯花楼 我再次被成人书的脑子感动 这一晚我装作吃醋有意 喝得鸣顶大醉 与叶娇娇拉着肩 我几乎摸遍了她全身上下 奇怪 她四肢线细小臂柔软 皮肤顶多是糙了些 但全然不像习武之人 她究竟是如何做到杀人于无形的 我顺势还住叶娇娇的腰 就那一瞬间 我摸到了她腰间的硬物 手掌大小 不规则形状 叶娇娇尖叫着跳到了一旁 成人书 你被婚妻喝多了 你把她送回去 叶娇娇不耐烦地把我推给成人书 成人书连连摆手 又是本宫带她踏轻她摔破了手 她爹足足在母后面前 擦了本宫一跃 本宫若不是太子 那两位表兄也是要和本宫拼命 本宫不去 叶娇娇眼里流露出的羡慕一闪而逝 很快又恢复了她那理所应当的神情 她捏着成人书的脸 你别忘了 我也是她的女儿 叶金兰的哥哥 也是我的哥哥 成人书连连点头 一边厌恶地推开我 一边对叶娇娇给予肯定 没错 她的当然都是你的 我为了身高更贴合今日穿的男装 特立往后底鞋里垫了后垫子 被她一推一下没站稳 直接摔在了地上 突然一股冷风吹来 我被一只强有力的臂膀 皇子也多 而成人书生母不过是个小公币 生了儿子后更是很快就忍命 因此无依无靠的成人书 更是被无子的妃嫔们 当作稳固地位的物件抢来抢去 直至她成年疯亡 我坐在马车里装睡 头靠在茶茶的肩膀上 可成人书清了清嗓子 我一动不动 成人书伸手捏住了我的鼻子 从前怎么没发现 这个不起眼的皇子这么手剑 没办法 我装作耍久风 正脱开她的双指 一把抱住茶茶 小美人让爷亲一口茶茶 被我摸得表情猙獰 只能不停地往马车角落里缩 成员警微不可闻地叹了一口气 一把把我扯进怀里 别闹 我自诩武艺精进 竟然挣脱不开成员警的一个手臂 我反手便出击 直冲她要害 她却像对我的招式早有预料一般 一把制住了我的手 她另一只手把我的头摆正 我与她四目相对 她身上的冷箱钻进我的鼻腔 夜娇娇的酒后劲还挺大 我突然觉得头有些晕 她突然低头凑近我 我突然想起她往府上 一个世界都没有 她莫不是好男风 我大惊 住 住口 我乃丞相长子 我二哥天天在皇宫晃悠 想必早就到处混得脸熟了 对不住了大哥 只能借你身份一用 她扑吃一笑 嘴角微微勾起 那又如何 我又惊又急 一时竟说不出话 终于成员警松开了我 眼见一个角落已被查查占领 我默默地缩到了马车的另一个角落里 很快马车便停在了我家门前 就停在这把 听见我出声 马车稳稳地停在了巷子口 让我父兄见到怕是麻烦 今晚多谢公子 我客气一拜 成员警了起帘子 认真道 如何谢 我一愣 本朝真的存在这种计划方式吗 你想如何谢 成员警似乎就在等我这句话 她毫不犹豫到 把你妹妹嫁给本王 我断然拒绝 不可 我妹妹已经说了太子聘礼了 成员警念不改色 聘礼而已 不重要 她一边说一边放下了叫脸 里程上且可以合理 区区聘礼而已 看着马车远去 喳喳愣愣地说 小姐 她就这么 走了 静谧的夜空中 回荡着成员警扔下的话 五日后本王有大礼相送 那晚叶娇娇与我相约花楼后 我就被召进了宫 协助皇后操持三日后的围猎 其实我很怕 今日出什么幺蛾子 叶娇娇爱完又爱出风筒 尽管家里没一个人会带她来围猎 保不齐她会跟着成员书来 围猎开始半日 成员书便领了下人 拖着数十猎物回来了 一臣子趁机开始夸赞太子鹦鹉 其余人纷纷负义 皇帝龙烟大跃 太子想要何种奖赏 太子满脸自豪 启禀父皇 其实这些猎物并不是尔臣猎祸的 而是 他看着身穿侍卫服的夜娇娇 从太子身后走出来 我听见坐在前排的父亲和二哥 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 大哥咬牙切齿地小声对二哥道 让你看着他 怎么跑出来了 二哥欲哭无泪 他明明说 今日去寺庙祈福 因为他身份仍然存疑 所以家里人不但从未公开他的身份 更是极力避免他在外抛头露面 事已至此 我悬着的心反而放了下来 众人皆是微微一愣 还是皇后最先反应过来 那便准皇而为你的侍卫求赏赐 成人书眼睛一亮 即使拉着夜娇娇 直接跪在地上行了大礼 此女乃姑母 与夜相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而沉享父皇与母后 刺她入宗谱 方才还祥和的气氛 以下变得凝固 皇后认出了夜娇娇 就是那日太子生辰宴上的阿猫阿狗 脸色十分不悦 而皇帝却认真打亮起夜娇娇 我叹了口气 站在外围的茶茶点点头 立刻转身离去 没办法 这是一定是不能正面回应的 只能转移一下注意力 给双方一个台阶下 皇帝与皇后一言不发 人群中隐隐有娇头接耳思语声 后方突然传来尖叫 几个硕大的黑影冲破了围栏 直直地朝众人袭来 竟是挤头也豪猪 我皱起了眉 已经回来的茶茶有些慌乱 向我微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按照原计划 茶茶是要去击一匹汗血马出来的 那是西域为了此次围猎前些天进攻的猎马 性子猎未认新主 说自己很正常 也不会有人为此说太严重的惩罚 这些凶猛无比的夜豪猪究竟是哪里来的 我悄悄环视在场众人 成员叔已经被两个禁食护在了身后 夜娇娇明显有些害怕 呼零零的单膝跪地 一手紧紧放在腰间 我突然有些激动 这意味着夜娇娇将亲手揭开自己的秘密 野生豪猪可与猛虎一战 二哥以拔剑护在了皇帝身前 高喊 护驾 在场女眷一片尖叫 大哥和父亲紧紧护在我身前 围场内进马 且大部分精卫都在外围 恐怕也来不及赶过来 我的手攥紧了腰间软剑 突然几声烟花爆炸般的巨响 夜娇娇眯着眼睛 双手各执一黑色气雾 一头鸡里外的豪猪尽应声倒地 夜娇娇表情有些得意 又是接连几声 几头豪猪无意例外 接倒地抽搐 在一片惊呼声中 他反手夺过了成人书的长剑 一刀削去野猪的半个头 鲜血淋漓的半个头 冲着我的方向直飞而来 我正想躲 突然想起来 我身后坐着几位皇妃 不能躲 躲了从此便是结怨 猪血混着脑浆 飞溅了我一身 我看见皇帝盯着夜娇娇喃喃而语 像 真像啊 底下人也开始附和 不仅没眼有几分像 还不如有长公主当年英姿 夜娇娇突然出声 娇笑道 长姐应是没见过这种场面吧 此举叫斩草除根 让长姐受惊了 忘了长姐和我不一样 我从小在北京打猎打习惯了 一时没收住手 误伤了长姐 长姐应该不会生我的气吧 众人的注意力瞬间 就被转移到满身狼狈的我的 身上 谁是你长姐 乱废什么 我理了理裙子 笑着弯腰 捡起鲜血淋漓的半只猪头 双手捧着走到了夜娇娇面前 方才多谢你 今晚我夜家家宴 你可以一定要赏脸参加 我把滴着脑浆的上半个猪头 放进夜娇娇怀里 还有 野猪鹅后肉质软嫩 我兄长极为爱吃 若小姐能带着打下的六复燕 最合适不过 我也不撞了 我请退去换衣服时 夜娇娇还黑着脸 抱着猪头戳在原地 她放下也不是继续抱着也不是 我松了一口气 我的话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 认清的是短时间内 是不会有人再提了 没想到夜小姐掌兄爱好受头 一个剑嗖嗖的声音 从身后响起 我心里一紧 十四王爷出了名的 不爱露面不喜人多 他今天怎么来了 刚才我一家整整齐齐都在 他一定早就认出我了 那又如何 我打定了逐一死 也不承认那碗喝花酒的是我 我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但他不死心地追了上来 赖官似的跟我继续说道 本王特意命人从野山上捉来的 王爷不怕成女转身 就告诉了皇上吗 成员仅凑近了我 不过是围栏坏了一缺口 畜生自己跑进来了的 王爷自重 我再次强调 成员已经收了皇后娘娘 送来的太子的聘礼 成员仅一把甩开手中善笑着 摇摇头不说话 临走前他凑近我低语道 还有两日听见了 两只耳朵都听见了 还有两日你就有大礼 那日围猎后 我爹被皇帝舅舅深夜传召进宫 最后我爹打死 也没松口认下叶娇娇 最后约莫是扛不住了 认了个义女 据说皇帝也询问了皇后娘娘的意思 他面上虽模棱两可 暗里去命人拦下了 要为叶娇娇出头的成人书 还召了个北京一块回来的退役兵 天忧家促地形容了一番 北京汉匪有多猖獗 就这样也没拦下了皇帝 他逼着我爹认下叶娇娇当义女后 又以救驾有功为由 必排众议封了叶娇娇一个县主 茶茶有些不高兴 皇上这不还是变相认了他吗 没有皇级的县主 还赐了府邸 真是开天辟地独一份了 我安慰他 舅舅算是收敛了 太子 亲王之女贤德者 受郡主封号 其余皇亲贵妻之女 有显著功勋者 受县主封号 若是真的认了 他该是郡主 茶茶想通后又变回欢喜的样子 普天之下 谁人容宠能及我家小姐 小姐急急之年 皇上可是要破格次小姐 对公主小姐都婉拒了呢 我叹了口气 这孩子什么时候能多张俩心眼 我巴不得他疯了呢 皇帝舅舅放了口信 当天我就被皇后召进宫了 他倒是没反对 只是透露出了 要让我做未来皇后之意 未来皇后怎身负公主称号 那岂不是乱了辈分 于是我明白了 当晚我就以德不配位为佑推辞了 急急之礼当日 皇后便拆礼部送来了我的聘礼 我爹本以为一个后院能放下 没想到礼部的人来了一波又一波 聘礼如流水一般往后院入 最后我二哥带着人腾出来 保成元书 不然皇帝舅舅舅舅位皇子 仅凭他母亲是皇后 他便能坐稳太子之位 这道理满皇城的人 长脑子的人都懂 偏偏他成元书 想不通 小姐 叶娇娇手里那个黑色的东西 是暗器吗 为何那么大的声响 不知 我细细回忆着那日豪朱前额的伤口 同前恐大小 那般奇特的伤口 我又是见过 那晚我娘与我耶稣太妙 却半夜遇刺 我娘没用一刀一枪一人 杀了十数位刺客 我是被吵醒的 下人来报说 是来了数十个人来送聘礼 查查疑惑 太子的聘礼都在别院放好些年了 怎么今儿又有人来给小姐送聘礼了 我听见院里传来大哥的侍卫的声音 大小姐 下爷叫您去前院一趟 我人到了前院时 气氛已相当诡异 穿着红衣的灵人 敲锣打鼓地立在两侧 相辅大门大厂 前院一派喜庆之色 我父亲脸黑得像锅底 大哥面无表情地背着手站在一侧 成元锦一身红衣 十分张扬地背着手立在堂前 他的两个贴身侍卫 一人抱着个红木箱子 上面醒目而敷衍地贴着两个大字 聘礼 这么大的阵仗 好几十个敲锣打鼓吆喝的 好家伙 就两个箱子 我看着箱子上的字咬牙切齿 真是好大的礼 别告诉我是给我的 成元锦又甩开了扇子 摇摇头 眼角眉梢尽显笑意 非也 非也 你莫要自作多情 我暗叫不好 果然 成元锦慢慢悠悠地走到我爹面前 松松立拱手 相爷 本王已得父皇准许 今日特来求取相爷一名 叶娇娇 我大哥连连白手 示意两个侍卫去关了乡府大门 成元锦这一路招摇过来 已吸引了许多围观百姓 太丢人了 再不关门 恐怕整个皇城的茶楼传的 都是我乡府的闲话了 无奈成元锦带的几十个铃人 死死定在原地 把大门围得水泄不通 成元锦像是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 直接扯开了嗓子喊 望月丈大人受小叙一拜 门口围的百姓更多了 我爹胸口剧烈起伏 我死死摁住我大哥 意图拔剑的右手 成元锦这人脑子没事吧 当天我与大哥和父亲午膳都未用 看着桌子上的两个红箱子发愁 我爹 那女子婚事 不会要我操办吧 叶娇娇为什么会我娘的东西 大哥弄目原争 给我叶家的屁里如此敷衍 我拦了颜面 被置于河地 二哥本在当职 兵略见急匆匆地小跑了进来 叶娇娇人呢 两个红箱子 静静地躺在前院的桌子上 踏着我家乱成一锅粥 而正主叶娇娇不知所终 我万万没想到 晚上太子又给我来了拨大的 我爹当时终于顺过来气 准备用完膳 成元叔一手举着推清书 一手举着聘书 领着术士工人 浩浩荡荡地冲了进来 叶娇娇昂首阔步地跟在他身后 我本来又回去 当职的二哥又跟在后面 拟着配件冲了进来 二哥小声跟我爹说 皇上没拦 皇后娘娘没拦住 成元叔脸色略有刻意 对不住了 只是我再不快些退婚 娇娇便要对我那天 杀了14点球去走了 确实 天杀了成元锦 我在心里跟着骂一句 他白天就是故意的 他招摇过世 声势浩大 只是为了刺激成元叔 成元叔神色诚恳 娇娇说了 拒绝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要自由恋爱 请大家体谅我 我大哥气不过 可以是太子 太子殿下 未免有些欺人太甚 此举又把我妹妹脸面 放于河地 又有谁体谅了她 叶娇娇一蹬一跳地 抱着我大哥的手臂 轻轻摇了摇 哥哥 可我也是你的妹妹啊 我和长姐谁嫁给太子 谁做皇后 不都一样吗 我大哥厌恶地甩开手 我转头取出我的聘书 又夺过成元叔手里的另一份 一并撕碎 没错 谁嫁给成元叔都一样 但皇后的位子 可未必 这聘书仪式两份 现已随风烟消云散 我行了义礼 请转告皇后娘娘 臣女福报 此装婚事就此作罢 我父亲指着香府门 想能小呼放不下二位佛爷 还请二位回去歇息吧 叶娇娇满脸失望 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父亲再不想承认 也已经在皇帝面前 认了我做义女 这府里禁不留我的房间 父亲可是要违抗圣意 你休得胡言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的表情 隐隐的怒意的脸上 写满了不耐烦 若说生辰夜那日 父亲对他尚且有长辈的和爱 那么今日此时此刻 我突然发现 父亲对他冷漠的比陌生人还不如 甚至有一丝厌恶 夜娇娇娇落哀求的表情终于绷不住 他恢复了冷傲神色 走到我面前嬉戏打量着我 我想过他或是要辱骂羞辱我几句 或是放下几句狠话 但他冷冷地吐出三个字 冒牌货 啪 我从未见过我爹发了这么大的火 他连他最喜欢的月记花都踹翻了 他指着门冲夜娇娇吼 烦起一步 那天后夜娇娇看着像是同我决裂了 偶尔在宫中遇见他也是我入无 封了郡主也是野丫头 没一点规矩 茶茶小声嘀咕 我皱着眉 慎言成人书动作很快 不过半月 他已与夜娇娇定下了婚期 即使我弟与两个哥哥 极力披情夜娇与夜娇娇的瓜葛 似乎也丝毫为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对他阿谀奉承 不仅是因为他是太子侧妃 更是因为皇帝对他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恩宠 他似乎真的相信 夜娇娇就是他的亲侄女 他甚至配合成人书 要在大婚当日大舍天下 皇后娘娘满脸歉意地拉着我的手 本宫对不住你 男儿 本宫也对不住你娘 你若愿意 本宫无论如何 也要将那逆子抬你做平妻 有本宫在 日后也定不会有你半分委屈受 毕竟你 他面露怜惜 毕竟我做了数年太子被婚妻 我是被太子退的婚 我弟我娘身份又是如此 有意者即便是本朝一二品大员 也不敢轻易求取 而剩下的皇亲贵妻 谁若是此刻开口娶我 自将身价不说 谁愿意被子民议论 同为皇子 他娶了一个被他兄弟挑胜丢弃的女子 更重要的是 娶了我 这相当于在昭告天下 他要与太子一争皇位 皇后手段很辣 而太子心腹不但与叶家关系复杂 更是独得胜宠 以目前的朝廷局势来看 无论是谁迈出了这一步 都是自寻死路 我知道 我可能从此再也嫁不出去了 但是我仍然拒绝了皇后 我叶家女儿 绝不为妾 皇后脸上的不约转瞬即使 我不想让她为难我父兄 娘娘若是不放心 我一可以清灯古佛 终身不嫁 出了宫门茶茶突然开始哭 小姐 你不嫁人 我也不嫁人 我陪小姐一起 我无语你捏 不过是信口胡周的 你也信 茶茶哭得更凶 那也得有人敢娶你啊 叶小姐实在嫁不出去 本王府上恰巧缺个王妃 承远锦背着手摇着扇子 我冷哼一声转过身 要不是她 我也不至于多这么些麻烦 承远锦绕倒到我面前 轻轻俯身 神色戏谑 眼神却认真 叶金兰 我是在救你 只有本王愿意拿命保你 知道吗 那是我便该应下承远锦的 但我太自负了 我仍不愿相信 曾经那么宠爱 我的皇帝舅舅 会对叶家下手 我也忘了皇后娘娘 从小教会我的一句话 立即若不能为己所用 便要毁之 大理司卿在朝堂 接了一桩案子 近月市面上 硫磺价格猛涨 有市井小民在院 大量囤购硫磺 近日天干雾燥 竟是不小心燃了起来 大火烧了足足半日 损失惨重 惊动了支付 私自囤积硫磺 本罪不知死 往日里都是关进牢里几天 以示警告便草草了事 然而大理司卿 不知从何处得了消息 查出来此次囤积现象 竟是因有人 在黑市出高价大量收购 消失硫磺 本是烟花原材 但是打仗时 我娘曾混了点东西进去 把烟花制成炸药 因此这些变成了禁品 最后顺着查下去 竟查到了郊外山内 一处隐蔽的农院 里面一山傍水 别有洞天 不但囤积大量炸药 更有成百上千 刀枪冷气的母具 这别院是我叶家名下田产 我爹后大哥在朝上 就被关进了天牢 我二哥被停滞关押 而我被贬去身份 发配为关系 我竟不知 大理斯巴胺笑得这么快 第二天就把我带走了 我被送去的是 京城最大的花楼 对 就是叶娇娇开的那个 他得意的不行 我人还没到 他就放出了消息 拍卖京城第一贵女的出业 价高者得 我顺从地穿上了 他拿来的衣服 叶娇娇拿出一把剪刀两剪子 把我的袖口剪了 这样才比较性感 知道吗 女人就是要一心搞钱 唯有钱才是远远的依靠 所以今晚谁出价最高 你就卖给谁 我可不想天天看见你这张脸 他搬着我的脸直面同镜 可惜了这张脸 可我还怪像的 当晚花楼盛撞空前 兜里有几个子的都参与了拍卖 无力角逐的 也早早后在外面摆起了场子 铁了心凑这个热闹 叶娇娇举着一把小铁锤 黄金九万两一次 两次 还有没有 我看见一个戴着银色面具的人 勾着嘴角又甩开了他的那把折扇 我出黄金十万两 叶娇娇两眼放光 一次 两次 三次 成交 成员警进我的房间时 一脸戏谑的看着我 你可真是疯子 把自己都算计到如此地步 你那爹和两个哥也是真的信你 既然愿意陪你封这一遭 我看着成员警笑道 可王爷爷陪奴家封了这一遭 不是吗 那田产确实是我叶家的 而且是我娘的 那地荒了十余年 院子封了十余年 里面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模子 不禁不知他什么时候又开始造兵器同火药了 根据痕迹来看 少说开魔使用也有数年了 且有一条被炸毁的地道 不知通往何处 叶娇娇一开始 不过是想与我争龙宠 又岂能不如此大的局 他背后 立然有一个知晓一切的人 操纵着一切 我看向成人警 原来农户交易的线人可处理妥当 在我看来眼下也是活伤眉毛了 成人警这丝 却还是那不上心的懒散模样 他浅浅地回我两个字 自然 叶娇娇似乎认为 给人一点小安小会 就可以让别人对他死心塌地 所以 他竟然让一个小乞丐去黑市当线人 如今叶家倒了 自然是叶娇娇放松警惕 再次行动的好时机 捉到小乞丐很容易 让他松口更容易 成人警问那小乞丐 为何要替叶娇娇卖命 小乞丐说 因为他有一天晚上被人揍的时候 叶娇娇救了他 成人警说 那我让你去学功夫做牙医可好 不但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你还可以揍别人 那小乞丐两眼放光 二话不说 就把叶娇娇的牢底 抖落得干干净净净 所以叶娇娇没高兴了两天 就被关进了天字一号牢房 我爹与二位哥哥官复原职 我与成人警带着人证物证 深夜入宫面圣 皇帝舅舅叹了一口气 金兰 舅舅信你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 可你说娇娇是都员奸细 通敌叛国 这可是沙头的大罪你都员 北境大漠外凶狠的一族 这些年更是养得兵强马壮 我大哥这才不得不去北境助手镇压了数年 若是皇上仍觉得证据不足 不若与成女一事 叶娇娇身上满是独人图腾 也是我无意间发现的 而后我便想通了许多事 他手无腹肌之力 仅停一把枪 怎么可能当稳山匪头子 而他的暗卫训练有素 又起向是一群区区山匪 以他热衷于养难记的作风 就算成人书真愿一如他所说 绝不纳切 他恐怕也不愿为了成人书 一个人放弃他的那些公子 而他如此轻易应了成人书婚事 这是否证明他 有时也在受某种势力撤走呢 我赌叶娇娇那个蠢脑子 没这个本事不服这么大的局 我也赌那幕后之人 不愿丢弃叶娇娇这一枚棋子 暂且这么叫他吧 毕竟他看着 真的挺像一个被卖了 还帮别人数钱的傻子 叶娇娇五日后 斩首的消息传遍了京都 假冒皇家血脉 思造军火 意图谋反 与上面这些罪名相比 叶娇娇其他那些罪状 诸如对皇帝皇后大不敬 偷税漏税 买卖人口 非法经营 还有几个人命官司 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特意隐藏叶娇娇 通帝叛国这条罪名 以避免打草惊蛇 惹得幕后之人 因为忌惮而气愁宝帅 不在现身 平日里对叶娇娇 阿谀奉承之人 坐鸟受散 连成元叔也被关了数日禁闭 他的太子之位 已是岌岌可危 黄论保下他喜爱的娇娇了 天牢名面上不防松懈 实则埋伏了重兵 果然 斩首 前那晚上 有人坐不住了 成元叔贴身示位来报 说抓住了时 我激动的当即起身 便去了天牢 我到时天牢守卫却说 人被皇后娘娘亲自提走了 还说那是一个年纪 与皇后娘娘年岁相仿的女子 叶娇娇在身后的监牢里 放肆大笑 我重新认真打亮了叶娇娇这张脸 线下他头发散乱的 盖住了脸的轮廓 眉眼间确实与我有四五分相似 被拘了数天 他看起来有些狼狈 但他仍是那副狂妄的模样 冒牌货 你要完了 你以为还有谁能救你吗 你和你那个爹都得死 说罢他便如疯了一般大笑 我要是你就快些去求求别人 留一条小命 可你又能求谁呢 你不会以为皇后娘娘 会念在往日情分上保你吧 他只是需要一个业家女来 保成元叔罢了 这位那女子是你是我 他才不在乎 瞧这话说的 像是他人已经出来了 而此刻被关在牢里的是我一样 圣上有旨 传业征等人入宫觐见 我们一家进宫时 皇帝坐在正位上 下侧端坐着两个女人 一个是皇后 另一个是我娘 我那个失踪了十年的娘 他冷漠而厌恶地轻瞥了我一眼 然后转过头去皇后拉着手 熟忍地轻声低语起来 好在我们心里都有准备 我爹临行前终于说出了真相 他说我娘是一个穿越之人 一个几千年后的杀手 穿越到了边垂小国不受宠的公主身上 与唯一的弟弟相依为命 而后公主一改软弱作风 凭着机敏材质和狠辣手腕 不但帮助弟弟登基 更是打下了端朝江山 成了开国长公主 其间我爹与我娘相识相知 生下了两个哥哥与我 但是从某一天开始 他发现自己经常失去大片时间的记忆 随着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那位原主的行为也越发离谱 他和父亲提出了离开的意愿 许是他自杀了之后 原主重新占据了身体 这才有了今日的局面 那位长公主应该是恨极了我们吧 莫名被夺走了十余年的人生 又与自己不爱之人生下了三个子女 可若不是我娘 她和她的树地 怕是早就在某个冬夜冻死了 我爹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叶娇娇真的是那公主的遗孤 她是愿意给她叶家千金的身份 来弥补她对那位长公主的亏欠的 但叶娇娇欺我如我 妄想取我而代之 她绝不允许 那位长公主突然端正了身子 向皇帝说道 我知道立国时与弟弟 你因为有些政见不同而让弟弟与我疏远了 那年为我朝打下最后一程 我想也是我隐退的最好机会 但我前一段日子病了许久 没想到娇娇私心心切 竟是背着我自己跑了回来 还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平添了许多误会 我这才拖着身子赶了回来 说把她装无作样的倾壳了几声 皇后娘娘眼含着泪水帮腔道 怎地人都到了京城 才派人来告知本宫 你也不早说 可怜娇娇还是个孩子 险些自家人伤了自家人 这端潮大半都是你打下来的 娇娇又岂能有谋反之意 不过是小孩子不懂事 然后多娇娇便好了 皇后似乎回然忘了自己之前 对叶娇娇的苛刻言行 直接转变口风 二人几句话 把叶娇娇的罪行 以念又无之为由 遮掩得严严实实 更是把皇帝和我叶家一家人 高高嫁了起来 似乎再为难叶娇娇 便是为难自家孩子 既辜负了长公主打天下的劳苦功高 又显得不尽人情 又冷险了些 我偷偷看了我爹一眼 她低着头脸色铁青 我想她心里一定很难过 叶娇娇是她最爱的女人生出来的 生父却不是她 我心里其实是有些忐忑的 毕竟皇帝舅舅 不知我娘一个壳子里装着过两个人 只怕她心里还记挂着 她这个唯一长姐的好 虽说扶她上位 陪她从苦难里熬出来的是我娘 而她这个懦弱无能的亲姐 从未做过任何事 但我拿准了我这个皇帝舅舅 心里最重的是她的皇位 她从小被人欺辱 一步一步用尽手段登上这个位子 绝不允许任何人威胁她的皇位 即便这个人是她的亲姐姐 这个长公主又一句话说得很对 皇帝舅舅与我娘的确正见不同 我娘一心想要天下大同 百姓安居乐业 甚至要设立两院监管皇权 这对一个刚品尝权力滋味的皇帝来说 堪称无稽之谈 我偷偷望向皇帝 他一脸宽慰愧疚 不过是些口舌之争 长姐竟真的怪罪起弟弟来 既然现在回家了 还带回了娇娇 就让弟弟好好补偿你们吧 你与丞相夫妻分离多年 与这三的孩子也生疏了 今晚便带着娇娇跟叶香一起回府吧 朕答应你 临日便下诏为娇娇洗脱罪名 皇帝舅舅此话一出 直接把那两人放在了叶家眼皮子底下 我便知道他心里没有动摇 仍然在继续我们之前的计划 利用这两个人 一举揪出朝内所有一档奸细 我无视他厌恶的眼神 直接扑了上去 娘 你终于回来了 让女儿想得好苦 叶娇娇在那个女人的带领下 指高气扬地进了厢府 丧卦的曾说过 东南方向望我 我要住这府里东南相房 我大哥二哥黑着脸 东南像除了我婢女侍从的那小院 就指我一个大院 不可 那是金兰的住处 叶娇娇一脸委屈 晃了晃长公主的胳膊 长公主不着痕迹地甩开了她 嘴上却是维护之意 金兰也住了许久 让妹妹先住几天也无妨 金兰就搬到戏院去吧 她虽是出道 却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家之主 无视了旁边的父亲和两个哥哥 直接做了决定 我笑着说 当然可以 毕竟我是姐姐 但那妹妹是应该的 府里气氛诡异至极 昨天还和我家斗的 你死我活的叶娇娇 今日却喜气洋洋的改口 叫上爹和哥哥 我的地位 由说一不二融落到 吃穿用度对半砍 遇刺下来的金兴珠宝 成衣紧断 结由叶娇娇先挑 比我还要可怜的约莫 就是家里的这些下人了 往日里 他们也是只有管家在管的 父亲和哥哥们性格亲和 对他们从无可待 搬到了进军营税 大哥担忧我和父亲的人身安全 日日迷离暗里的盯着那二人 几日下来 眼带都大了几圈 我盘算着日子 差不多可以开始收网了 暗中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砍断了许多重臣党羽 成员紧笑话 我被人欺辱的卧房都没了时 我正在他府里的荷花池边上吃果子 他倒是很会享受 池中央建立一个别致的狼亭 里面铺了软垫子 靠着十分舒服 真想不到十四王爷 还是一个如此会享乐之人 成员紧的侍卫笑道 上次小姐来说院里是椅子梁 王爷就让人 把府里所有的椅子上都放软垫 这点心果子 也都是今早上从西市 多嘴 成员紧的脸上有可疑的红韵 我反思着自己 近日确实往锦王府跑得勤了些 主要是在他府里 待着太舒服了些 我很不愿回去看那个 和我娘用了一张脸的女人 茶茶在我和成员紧 直接来回扫了一眼 低头浅笑不语 我本想调侃成员紧 最后却好像调侃到了自己身上 连忙转移的话题 前几日我查到些有趣的事 王爷猜猜 叶娇娇经商赚得那么多银子 最后都花哪去了 成员紧摇摇扇子 本王爷查到些有趣的事 你猜你娘失踪十年 去了哪里养尊储優呢 我二人相识一笑 成员紧给我倒了被查 本王瞧着你在这待得实在舒服 如果早日收拾收拾嫁长搬过来 我又想起来 他那日向叶娇娇提亲时 拎了两个十盒般大的红木盒装的聘礼 白白手 王爷太小气了些 不嫁 成员紧没说什么 他侍卫倒是受了很大的冤屈一般 叶小姐 他聘礼礼不过随便塞了几个手势 岂能与小姐的相提并论 为着您这聘礼 我们几个可是天南海 肥腿都要跑断了 王爷听到什么新鲜玩意 都要吃半斤聘礼礼 再不娶个王妃进来 那院子都快放不下了 成员紧不置可否 一双狭长深邃的毛子 定定地看着我 我莫名脸上一热 你也听见了 事已至此 不娶了你本王很难收场 叶娇娇如愿入了宗谱 长公主协议皇室血脉回归的消息 已召告全国 皇后日日催促着叶娇娇 与成员叔早日完婚 一心盼着通过此举 能让成员叔恢复太子之位 而我反倒向那个弃子 邻里暗里被打压排挤 从前每逢公宴 我这京城第一贵女 必然坐于洗手 如今叶娇娇独得恩宠 反观我 时常被人露蓝牌位子变霸 有时连勤俭都未收到 市井最爱奖上位者的秘心 亦最爱看人跌落神坛 现今京城 颇流行着女子自强的汉服风气 以心之口快 让自家男子爬耳朵为荣 以遵守礼教 恪守规矩为耻 我由此被人诟病耻笑 戏本子里也开始流传 前太子为了追寻真爱 不惜放弃太子身份 得罪相爷的家话 而我成了这家话中 可怜可恨 思想迂腐 终被厌弃的傻女 成人书和叶娇交大婚的前一天 茶茶都要被气哭了 小姐 夫人还叫你去为他二人煮婚 太过分了 我安慰道 无妨 他二人王八看绿都看对眼了 倒也解救了我呀 那长公主对我娘又嫉妒又恨 自然带到机会 便会无所不用其极地羞辱我 但我无所谓 我手里 攥着他们通帝叛国的证据 你说皇帝若是知道 皇后娘娘受益成人书 与敌国惊喜婚配 该如何处置 我和茶茶看着成员锦送来的大红宫 装大眼瞪小眼 小姐 主婚之人也要穿大红色吗 那你准备这身白裙还穿吗 我今日本准备捉一身素白衣裙 头戴白花去主婚的 反正我已从京城第一贵女 变成了第一个女 我有什么好顾忌的 成员锦的侍卫 满脸恳切地把红裙往前送了送 又招招手指挥着另一个侍卫 打开放首饰的盒子 或这一身穿上 我凭空比叶娇娇高出一个头 算上顶着的高关子 当之无愧的鹤立鸡群 趁着叶娇娇像个丫鬟 得亏叶娇娇盖着红盖头 只剩那长公主黑着脸 我二哥躲在我大哥后面 强忍着不笑出声 早早就听电街上敲锣打鼓 众人等了半天 眼看着府外头月声劲了 大家都以为是成员叔来接亲了 忙不迭地迎报府前 忍出一人气宇轩昂地 起着高头大马翻身下来 高声道 皇室四子成员锦 本叶家有女金兰 温良贤淑 欺慕已久 金略被薄礼 敬请泰山笑纳 百姓皆知 今日相辅嫁女 早早就拖家戴口来围观 凑个热闹 刚才见吹声打鼓 还惊叹前太子娶情有牌面 没想到 却是另一位皇室四子 来求取我这个恶女 我父亲倒是好像对成员锦 这作风见怪不怪 他满脸无奈地迎上去回礼 看着成员锦嘴里的薄礼 额头轻轻微微跳动 恰逢另一头成员书 也领着迎亲队伍来了 与成员锦这作派相比 他那边显得人丁单薄 寒酸无比 我大哥二哥早就知道 父亲暗中在扶持成员锦上位 成员锦又与我家危难入狱时 以命相助 对我又宠溺无比 心里对这个妹夫满意的锦 直接气了叶娇娇和成员书 迎上去 十四王爷客气 来人 把府里内战地方的没用的东西 该扔得快些扔了 把我妹妹的匹里搬进去 下人们接着二哥嘴里那没用的 就是成员书送叶娇娇的匹里 月母也是见已久 手脚出奇的利落 那驾驶不但像是要把匹里扔出去 像是要把叶娇娇的铺盖卷 也一并扔出去 叶娇娇又急又气地 自己掀开了盖头 辱骂了几句 试图制止 但却无人听她的 她值得求助似的看向长公主 长公主面无表情 冷哼了一声 转身走了进去 也是 叶娇娇不过是顶着她亲生女儿 壳子的一个穿越女 长公主最恨穿越女 对叶娇娇除了利用 又能有几分真心呢 我微笑着站在气急败坏的叶娇娇旁边 轻声道 不过是一个冒牌货 成人书领着叶娇娇 十分没排面地回宫了 我知道今日一闹 叶娇是同皇后一派 彻彻底底的撕破脸了 不过我不怕 我也将长公主 嫁给都元王子十年的证据 交给了皇帝 皇帝俨然铁了心 要对长公主大义灭亲 连带着皇后已被打入冷宫 长公主早在十五年前 并请定都元王子 做了都元的奸细 更是发了疯一般 与我娘抢占身体 而叶娇娇 确实是都元皇室血脉 她也不姓叶 姓都元皇姓玉池 不过几年前一场异尾 玉池娇娇落水病了许久 在后来壳子里 变换成了这个穿越女 而长公主的母爱 随着玉池娇娇一起死了 彻底变成了利用 这柴还要天子再忘卸 火才能烧起来 一个通敌叛国罪 只能定死玉池娇娇和长公主 而我要的是要逼死我娘的那些人 尽数覆灭 永无翻身之地 我前些日子顺着线索查 牵扯出了许多陈年旧事 我娘不是自杀 她是父辈受敌 被人逼死的 她被长公主抢占身体 给都元报信 她的援军又被亲弟弟 暗中派人结下 她手下最信任的副将也叛变 她本是要打下最后一仗 与家人好好告别的 但那些人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那个副将是她幼时闺蜜的亲弟弟 而事成之后 皇后为了表态尽忠 更是毒杀了自己的弟弟灭口 这是我娘打下的天下 我要夺回来 我在得知真相后 再回想起那日认清那晚的场景 如今想起仍是一阵后怕 这局里的每个人都各怀鬼胎 长公主想借助多元势力 报复叶家覆灭端朝 皇后面对死而复活的长公主 堵她不知自己做的手脚 恋上仍姐妹情深 而皇帝一次杀她长姐不成 如今连和我父亲监视着长公主 生怕她重新夺权 成元劲想要皇位 我爹想保叶家平安 这局里唯有我看清真相看得晚了些 也唯有叶娇娇 如跳梁小丑 娘子 对为父亲的表现可满意 我看十五日后是良辰吉日 不若你与我成亲如何 趁大家都忙着 成元劲凑到了我身前 妖功班的小声说道 王爷不必如此着急 你我今日已定亲 我爹明日便会在朝中提出另立储君 想必日后再见 王爷已入主东宫 我拉开与成元劲的距离 往日只是父亲教诲 如今亲身经历了一遭 才知道人心难测 十年前布局者如今是局中人 大家都不得不被局势推着走 唯有这个攻势猛烈的十四王爷 他从一个旁观者主动入了局 搅乱了这堂浑水 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因为我知道我的心已经乱了 成元劲似乎被我这一句话说得有些懵 他脸上的笑意渐渐将至退去 认真又有些无奈 本王是真心取你 我行了一礼 可事情发展到今日的地步 少不得王爷推波助澜 王爷现在说真心对我 金兰实在难以说服自己 这真心纯粹几分 成元劲呆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半赏才咬牙切齿的压低声音急切道 你以为我是为了皇位才娶你 没了你叶家这皇位一样是本王的 让你叶家随了我那二哥 一同覆灭本王 岂不是更省力气 本王费如此周折 还不是为了救你 他看起来又委屈又生气 急掉跳脚 又不敢大声说话 惹得旁人注意 莫了他只是气急败坏地扔给我一句 叶金兰 你简直是狼心狗肺 几日后的一个皇道吉日 成元谨入主东宫的消息 和叶娇娇谋反的消息 一同召告天下 皇后党与禁食被囚 叶娇娇携被贬折的成元叔 出逃北境都元 成元叔二人未离开几天 皇帝便传出来了病危的消息 我有些紧张 因为我大哥和我讲北境来的线报 都元暗中朝我端朝发兵了 当晚 我们便软禁了那位 试图逃走的长公主 他与他那位都元王子夫君 暗期互通的书信 也全由我代彼了 成元谨这一两月许时忙 除了偶尔托二哥 送来些小玩意儿给我 再也没有来单独见我 听说他把一些政敌一党 顺手连带着就太子一党势力一并清了 朝中竟有如此多他的幕僚 倒是让我有些惊讶 此时唯一一个胸有成竹的人 约莫便是皇后娘娘了吧 他于冷宫中满心欢喜地得知自己 给皇帝下的慢性毒药 尽早于预期地 摧垮了皇帝的身体 而他的儿子正联合着都元势力 马上全土重来夺回皇位 而他的好闺蜜在不久前 还怕暗线与他暗中通信 叫他放宽心地按原计划行事 我对茶茶寻来的猛药很满意 此药单吃与寻常补药无益 但掺进了皇后的汤药里 便是毒性的催化剂 尽管心里空落落的 但我此刻有更要紧的事 玉池浇浇从端朝转的银子 流水般地往都元走 尽数冲了都元的国库 养回了都元的兵马 而我又不知他和长公主 到底复刻出了我娘发明的哪些兵器 这一仗即便我们早有准备 仍然难有十足胜算 我此刻照着我爹给我的旧书简 仔细研究着我娘的手机 寻常刀枪改良的一些冷兵器 倒是不足为据 要怕得紧手枪炸药耳 我没有寻到手枪的模具 因此我推测 手枪世上紧玉池浇浇手里两把 而炸药需用炮筒发射 炮台沉重 都元跋山射水行军万里 带着怕事也费劲 多加散兵扰乱职 倒是可以一试 说不定还能抢回来几个 在某个沉静明媚的午后 我终于收到了成员书谋反的消息 他跟着势如破竹的都元大军 连破三成 我大哥早就守在边关 接到消息 我二哥也带着禁军和粮草前往支援 他们都不肯待我 但我自存一身武艺也不是吃素的 当夜我换上台甲 拎得长剑就混进了我二哥的大军 我不能失去我任何一个亲人了 就算是要死 我也要死在他们前面 我二哥确实按我的计划 派了击队骑兵 去都元军队后方干扰行军 截获了不少军械 我几次跟着小队突袭 貌似点了几次炸药炸了都元后方 再后来他们也学聪明了 也特意分出来几支队伍 来对抗我方的散兵 本事要再纠缠几番 但是大哥已数日未传消息 二哥似乎是有些心急了 日夜行军只求早日抵达 到时城墙被巨石和火药轰炸得岌岌可危 大哥已身中一枪陷入昏迷 玉池娇娇很惜命 他只是躲在都元大军中 偶尔瞄准了主帅副将发几枪 绝不浪费子弹 但终究子弹有限 而我军早有准备人多势众 顺利擒住了都元王子和成元书 我看着灰头土脸 穿着都元铠甲的成元书 此刻他母后和爱妃娇娇娇都不在身边 他已方寸大乱 我躲在营帐后 看着二哥恨铁不成钢的训练成元书 这世上竟真有你这般傻子 放着全天下顶顶好的我妹妹不娶 受那封婆子蛊惑 从堂堂一招太子变成了反贼 你说这传出去不是白白让人笑到大牙吗 你看你看你被抓了 你的娇娇丢了你跑了 你看他会不会回来救你啊 成元书仍然嘴硬 他最好永远不要回来 跑得远远的 我实在忍不住偷笑出声 空气突然凝制了半晌 我二哥摒弃凝神站了半天 而后啪的一声 把手里长剑一扔 吓得成元书一抖 叶金兰 给我滚出来 我估摸着我大哥应该是对我二哥念叨醒的 我二哥日日在他耳边告我的小壮 并强烈要求我大哥马上醒来训斥我 因为他自己是说不过我的 每次只能对我噎回去 我大哥一定是想让他快些闭嘴 所以他醒来第一件是不是喝水 也不是关心战士 只是说他混进队伍小半个月你都没发现 我看你这禁军首领也快别当了 我正幸灾乐祸 大哥又黑着脸迅起了我 再做如此不要命的事 小心我回去告诉爹和太子 我无语明耶 告诉爹就算了 告诉成元锦做什么 成元书确实是个懦夫 我本没有要他命的意思 他只是没脑子罢了 但他许是觉得无言念在踏入都城 便在底京的前一晚自呛了 我当即把成元书的头快马加鞭 送去了被废除的皇后宫里 并贴心的命宫人 推着木椅上的皇帝舅舅去看望皇后 果然当晚皇后便一把火烧了起宫 他二人最后齐齐葬身于火海 我想我此刻应该像戏本子里写的一样 大愁地抱 去我娘的坟头哭上一哭 告诉他女儿终于为他报仇了 可我又遗憾地想起 我娘没有坟头 他的壳子还好好地活着 只不过里面住着另一个人 我还是个很心善的人 我把他的都元王子 和他关在了两个乡邻的囚房里 这样他二人虽见不到面 但还可以每日说说话 爹 你说我把长公主杀了 是不是我娘说病就又回来了 我一边用着晚膳 一边语出惊人 我爹一口汤水 喷到了我大哥脸上 惹到二哥一阵哄笑 我觉得行 我真的觉得行 要不再试试 我爹一个巴掌 护到二哥头上 行个屁 我大哥一边擦脸 一边无奈倒 你现在看着那长公主活着 还能见了个娘的影子 有个念想 长公主要是死了 娘又没回来 咳得坏了 看你们还见谁毒私人去 梁酒我爹叹了一口气 放了他吧 都元王子玉中来信 愿自枪换他自由 我眼睛酸酸的 好像又失去了我娘一次 是啊 本就是我们一家 从长公主那里 偷走了小二十年 他若愿意就此 放下往日恩怨 放他离去 同他心上人过完余生 也算我们一家人 对他的补偿 那他若想不通放不下呢 我用筷子扒拉着碗里的米饭 无所谓的 那便偏偏留着那王子的性命 放他的心上人 回都元当大王 再把他关在家中 一辈子当人质 我们又可以天天看见娘的样子 又可以撤走都元保北境平安 满朝文武都在搜寻玉池娇娇 他的画像贴得满街近视 罪恶行径广而告知 人人喊打 且抓住玉池娇娇 赏金万两 包庇私藏者 诸九族 长公主不认他 他又盼了都元 此时因无处可逃才对 我与成员锦大婚当日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玉池娇娇 终于出现了 他扯下人皮面具 在人群中举起了手枪 瞄准了我的心口 狗急跳墙 他要捅我鱼死网破 我站在高台上无处可躲 闭上眼却听到了一声 吃痛的闷哼 成员锦身体的重量 压在了我身上 我颤抖地举起手 嫁衣上面沾满了 成员锦的鲜血 我抱着成员锦跪在地上 无助地捂住他腰间 鼓鼓冒着血水的伤口 成员锦张的张嘴 似乎要对我说什么 却发不出声音 在我二哥带着人 捉住玉池娇娇之前 我看见他对着自己举起了枪 得意地仰起嘴角 我看着他的口形 在见 我守了成员锦许多天 每天为他烫药 替他擦身子换衣服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害怕 我一刻也不敢离开 我甚至怕我一个打盹的功夫 他就永远离开我了 成员锦醒的时候 是一个漆黑的凌晨 我迷迷糊糊地感觉 他反握住了我的手 我眼泪不受控制地 递在他的身上 他勉强地扯起嘴角 别哭 我哭得更凶 从小就是个小哭包 偏偏喜欢把自己 装成刀枪不入的样子 保护别人 话说得太长了 他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我迷茫地看着他 我幼时应该与你不相熟 他浅笑 自然 你娘幼时带你去教场学武 你总是打不过别人 受伤了就偷偷躲在屋子里哭 后来 有你终于抓到了一个打得过的小侍卫 你便每日都去寻他练武 我恍然大悟 那个小侍卫是你 教场练兵都要戴着头盔 穿着粗甲 我年纪又小 我真的没有注意 那个小侍卫的脸 我脸一热 那你岂不是次子故意输给我 不过我现在很能打的 不信等你好了 我们再打 我声音越来越小 成员警干燥温暖的手掌 轻轻抚上我的脸 傻瓜 哪有对自己输 捐刀剑相像的 我永远输给你 哇